虽然现在小米产品卖的一直不贵,但当雷军宣布印尽净利率不高于5%,甚至大概率不高于30%,还是令许多投资者赦了一惊。 小米占卜不理想,与此关系也是甚大,投资人估计是被吓坏了。 尽管雷军说后到的人运气不会坏,但价格太低导致的结果十有八九不好。 这世上有好多事儿,初衷都是好的,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好,就跟伯利多肖这件事儿一样。 理论上成立,实际运行下来发现很有问题,我们河南餐饮在全国各地都寂寂无闻,偶尔会在河南人聚集的角落地带出现。 不用了就是伯利多肖,分量大价格低,但是河南小吃店开成功的很少,表现之一是难迷踪迹,表现之二是连锁成功的少。 生意做不好的原因有不少,比如产品小众,口味走不出去,比如河南饭只适合河南人口味。 这很难解释为河南粥拉面,西安面食能在全国流行。 河南已是做不好的主要原因,跟定位也有直接关系,因为目标是在外打工的河南老乡,定价就低,很难有利润进行产品改良,提高环境,提高品位。 最后恶性循环导致越做越差,据说深圳有个河南包子店做的包子很好吃,两个包子就吃饱了,一个也就一块多钱,坐着坐着就倒闭了,因为吃两个就吃饱了,客单价太低,租金就回不来。 杭州小龙包子全国流行,因为小龙包子要吃抛几器才能吃饱,客单价就高。 清华大学金管学院一位教市场营销的老师,请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,说明,啥清华大学金管学院以NBA价格要涨,因为其他同行都在涨,如果不涨在客户心中,就成了质量落后的代名词。 所以一定要长到国内领先才好,消费者有个简单的认识,就是价格越高的产品越好,这种看法没有什么错误,比如价格高的汽车是豪车,能买得起豪车的是有钱人,价格高的衣服是好衣服,价格高的楼盘是好楼盘,所以奢侈品价格都很高。 不高到让大多数人买不起,怎么能叫奢侈品?决定价格的并不一定是成本,即使是同样一个产品,通过不同的渠道价格也会完全不一样。 我曾在云南昆明,参加过一个临时凑团的本地游,游客就有三种价格啊,一种是团购价,一种是网络价,一种是冰管价。 最有钱的一位选择了冰管价,因为他不想为了寻找更便宜的价格浪费时间,一位学生选择了团购价,因为他有动力寻找最便宜的价格。 这种消费心理会影响很多定价,有钱人很简单就选择高价格的产品,因为他不想耗费时间,一般消费者会选一个价格差不多的产品。 然后根据评论挑选,没钱的人会选最低价,所以不同价格,这区分了不同人群,不同产品就像是给不同人群插上了辩试标签,可有各的消费偏好。 这些偏好很大一部分是品牌灌输给消费者的,市场推崇的商业模式是这样的,尽可能通过广告等方式提高品牌价值,品牌商要做的是提高品牌附加值。 通过各种广告占领消费者心智,在消费者头脑中,种下自家产品的种种好处,目的是能将产品卖价更高。 卖得更多,价格高了可以支付广告费,可以支付渠道费,渠道了也会愿意卖自家产品,还能给股东流购分红。 消费者的心理是,愿意买合自己品位,相当甚至高一点的产品,从内心里都想提高自己的当次,所以愿意买自己点起脚尖能买得起的产品。 博利多销的另一面就是毛利率低,这样就没有办法做广告,也没有办法给渠道和股东创造太高利润,这也是投资者对小米的疑虑之一。 当然,小米是想通过硬件低价迅速扩大销量,通过其他服务赚钱,雷军考虑的不是硬件的利润,或者说雷军并不想在硬件上占太多钱,最终成效如何,不妨拭目以待。 想要有关科技类的新闻资讯,格类智能电器,手机测评信息,点击进入www.fwanvo.com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